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就是宗教 宗教这个事情并不是一个主流的问题 因为也许你们在座有一些人也许也信基督教 信天主教 坦白讲我从小也信过天主教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信教至少对我来讲 我们的信教不发生一个信仰的问题 就是科学说人是不是猴子来的 这个我们都无所谓 可是这对于在某些地方很严重的 我要谈谈这个问题跟它的根源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性别 这是也是学术界特别关心的 其实性别问题在不同的社会 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感觉 所以我把这几个问题来跟各位讨论一下 那么一开始我们先谈大气变迁的问题 所谓的天气 所谓的现在大家很热门的全球暖化 那么我要问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到底要讲科学上的共识好了 就是拿你们的看法 那么到底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在座你们觉得是上面这个的 请举手 你们有一些人 那么你们觉得是下面这个的 请举手 也有 那么我现在跟你们先从科学上来讨论 到底现在科学有没有共识 现在的科学有共识 主流的大气科学是说上面这个事情 是说上面的事情 可是刚刚我的一个朋友 当然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海洋气候学家 也得过在这个领域里面最好的奖 当然他现在在台大客座 他叫张志北 那么也许有人前一阵子听过他的演讲 那么他跟我讲 他说他基本上他是站在这个 可是他非常的知道 这个里面有很多问题 他也非常知道 非常能够支持一个比较少数的看法 我今天所谈的是一个少数的看法 这个看法 有一些是科学界的看法 有一些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么这些当然跟我的经验 我的观察 或者我的判断有关系 这个电影有看过吗 也许看过 好 上面这个就是台湾的我们用的名字 下面这个是中国大陆用的名字 就是The day after month 就翻到后天 照字面翻好像是对的 可是照意义翻 其实我们翻得比较好 我也看过明天过后 也看过后天 因为刚好那一次 跑到上海去 有一个朋友特别要去看 还感动得要死 我觉得还好 这个是 会感动人的道理很简单 我想你们看过都知道 因为他让我们感受到 这个地球会 突然会变得这么可怕 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很有趣 这个是当然在纽约发生到 后来大风雪 以后把整个纽约都盖起来了 结果这些人逃到 纽约的公共图书板 因为我在那住过 我知道那个公共图书馆里面 因为到后来 什么设备店也没有了 所以他们就拿书来烧 来取暖 这是有一个讽刺的意思 就是这些知识没有用处 而且最后还有一个非常讽刺的 就是美国的人 就纷纷的越过美国南边的边界 逃到墨西哥去了 这个在美国大家就知道 这是一个讽刺的 因为在美国 每一年有不计其数的 非法的移民 是从墨西哥要进入美国 而且在美国现在还有上千万 这种非法的 其实大部分从墨西哥 或者中南美洲来的 所以他们就 当然这个电影是抓住了 美国人的恐惧 我讲过了 我们对于环境的恐惧 以及美国的文化 美国的文化里面 比如纽约 或者是移民的问题 他就说你不要限制那些墨西哥人 有一天说不定 他还要收留你们的 当然这个电影 在好莱坞的制作来讲是成功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见机在一个塑造的恐惧 这个当然是好莱坞电影的一贯的伎俩 这个当然很成功 看到的人会感动 也不觉得意外 那么另外就是 除此之外有一些真实的消息 比如说我们常常有的时候看到这样子的照片 这是一个在南极的一个冰冰川在那改变 甚至有的时候你看到 尤其有一个团体叫Greenpeace 大家都知道 叫做绿色和和和和和和平主持 他们要拍很多电影 送到很多电视台去 然后播出来 你看到那个冰川在溶解 发出那种巨大的声音垮下来 这是一个树木惊心 如果你们去看过高尔的电影 大概里面很多 当然我没有看过那个电影 我听说是有 那么这个是在报纸上登出来 就是说刚刚我们讲 当全球暖化慢慢要发生了 于是温度要上升了 于是在地球上 不是在飘在海上的冰 各位知道飘在海上的冰 将溶解 不会造成水的上升 这个我们都学过浮体的定力 不会上升 可是在地面上的冰溶解了 流到海里去 当然会让海 于是他就说海平面会上升 所以说有多少万的人都会受到影响 然后图瓦鲁 就是这个图瓦鲁 这个图瓦鲁 会被淹没 这当然你看得出来的 就看起来是很容易被淹没了 那么这个对我们的真正的影响 就是我们又少了一个邦交果 这是我们的邦交果 如果它被淹没了 我们的邦交果少掉一个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有的看到的讯息给我们的印象 而这个世界也确实是不停的在开各种的气象会议 在发展国家或者是甚至发展中国家 在去年所谓的哥本哈根会议 并没有结果 这个所谓的 第十五会 所谓的十二月开的 这个是一个没有结果的会议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个会还有后续的在开 可是这里面是牵涉到 一个非常非常 复杂的事情 所以现在我们来谈论这个事情 第一我们来问 地球暖化了吗 你们说当然有 我觉得一年比一年热 好 一年比一年热 怎么会一年比一年热了呢 很容易啊 因为我们排放了很多二氧化碳 对不对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是不是会造成地球热 可能会 那为什么他们知道 科学家怎么知道 很简单 因为二氧化碳是有一个温室效应 怎么测出来 很简单 你拿一个二氧化碳放在一个小的环境里面 你让一个红外线在里头 就发现它跟这个温室是一样 因为它可以让红外线进去 而不能让它出来 于是如果二氧化碳多了 那么我们整个地球就像一个温室 越来越热 那么于是二氧化碳 那为什么找二氧化碳 为什么找二氧化碳 除了二氧化碳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温室气体呢 当然有 为什么找二氧化碳 因为二氧化碳跟我们的工业化最有关系 因为我们在工业化以后 大量的用了这些石化燃料 而这个石化燃料所排出来 人类的活动最大的排放是二氧化碳 所以这个就跟人类所造成的结果 扯上关系 那么为什么不找其他的 还有有一个东西叫甲碗 各位知道甲碗 在天然里面有很多甲碗 有的时候你看一个水 温 叫什么 那个温泉喷出来 突然在那火就点着了 那就是烧了 可以烧 甲碗这个东西 它的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 要大二十多倍 非常厉害 甲碗当然很多地方也会产生 当然不会烧这个石化燃料 现在于是有人就说 有些地方会产生 产生最多的居然是非常好笑的 是这些动物 尤其吃草的动物 吃了以后放屁 里面都是甲碗 那么于是有些人就说 现在全世界这个养羊最多的 像纽西兰澳洲这些地方 要抽他们的税 叫甲碗税 因为你们养的这些羊放了很多屁 那么于是二氧化碳 那这就是一个复杂因素 也就是说 其实地球里面不是只有二氧化碳 为什么只挑二氧化碳 很简单 这就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要挑一个单因 单一的因造成一个单一的果 才能做科学 如果你现在有三个气体 我没有办法说哪一个效果强 而且这两个中间 彼此的干涉效果不能做 所以必须要单因 科学必须要创造这种单一的因果 二氧化碳最好 于是就创造出来 那么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地球会热呢 就是我刚刚讲 他们在一个小范围里面做 就是说当你的二氧化碳的浓度 增加了多少之后 它在那个小的范围里面 能够产生什么效应 于是他们就做成一个model 做成一个signification model 这个现在的signification model 很多 各种的科学都在用 就是用一个小范围 然后把这个model放大 从一个非常小的放到一个地球的尺 尺度里面 把一些变数放到里面去跑 于是我们就说 于是当如果在大气里面 增加了万分之多少 百万分之多少 温度就会增加多少 这是这样子跑出来了 可是我刚讲了 为什么只调二氧化碳 还有什么别的因素 二氧化碳是人类的活动 人类的活动还产生些什么东西 污染 污染物 形成了 包括二氧化碳 包括硫化物 这些东西 其实形成了有一个东西 叫做aerosol 就是这种悬浮威力 其实人类的活动造成的 圆浮威力也非常厉害 而且也有科学家做过 如果当大气的里面 这个悬浮威力 越来越多的时候 太阳光会被它反射 也就是说 你们的二氧化 太阳光里的红外线 就被反射出去 于是它有个降温效果 这就是说 同样的人类活动 这个降温效果 也没有去特别去考虑 可是其实有人在讨论 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降温效果 会达到什么效果 同样的也是用刚刚我的办法 就是当我们如果这个aerosol 到了什么浓度 它可以反射百分之几的 这个红外线 于是同样用一个小的模型 放大 变成一个地球尺度 我来算一算 这都是用电脑去跑出来 这个里面的问题 我们现在先不讲 先讲这些方法论 现在还要讲一件事情 更有意思 地球的表面 不都是我们的地面 地球的表面 百分之七十是海洋 海洋 大家都知道 海水 水的比热比地面 还要大 所以它所续寒的热量 其实比地面还要大 那于是为什么不去谈海洋的影响呢 海洋的影响有没有计划做 有的 有一个计划 而且做的非常长的时间 各位知道这个计划 在前几年发表了一个报告 就是这个报告 这是2005年的一个报告 这是在测量这个所谓的 大西洋的热的这个 这个带这个热的这个东西 把它带带热 大西洋的整个的这个循环的热流 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这一张 这是大西洋 这是美国这个北美 南美 这是非洲 这是欧洲这个地方 大西洋在这个25度 这个左右 南北纬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循环流 它因为地球转的方法 它刚好是一个顺势针的 这个流有一个温的热的 这个海流会上去 带热的流 而且它通常是在水的表面 它的温度高 它会上去 然后呢 到了这个北冰阳 或者是到了这个北 北极海以南这个地方 就开始变冷了以后 就变成重了 就沉下去 然后会回来 形成一个循环 它这个有一个名字 他们叫做什么 Meridian Overture Circulation 他们这个做了多长的时间呢 做了很长的时间 这个软流的贡献是什么 今天像欧洲 比如说像伦敦 像巴黎这些地方 其实你去看那个纬度 其实非常高了 像中国的东北这么高 为什么它相对来讲 它的温度还相当好呢 就是这个软流的影响 而他们做了多长的这个计划呢 这个从1957年做得非常长 1957年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 1957年是所谓的地球物理年 从那一年开始 而且他们测了很多次 我记得这里有几个时间点 在另外一篇文章里面有几个时间点 1957 1981 1992 1998 2004 他们都在那个点上去测量 测了这么长的时间 发现这个向北的这个热的 这个大的这个热热 这个整个的热流减少了 到又记到了2004年的测量 减少了百分之 接近百分之三十 这是非常大 如果他们如果照这样子下去 同样的也是用我们刚刚的办法 用我们用一个小的范围 一个可以验证的一个小的模型 再把它用一个simulation 用一个电脑模拟的方法放大 于是他说 照这个情形下 欧洲的温度会下降四度C 下降四度C 现在所有的全球暖化的效应 没有一个效应说 会达到说两度以上 最最最大的 顶多说两度左右 这个他说会下降四度C 也就是说如果以这个效应来做一个平衡 那么这个已经把这个所谓的全球 如果这都是真的 那么这已经被平衡了 也就是说 为什么不去讨论这些问题 我刚刚讲 为什么只谈二氧化碳 很简单 就是科学必须讲单一的因素 如果两个因素就不能做 而且就没有意义 那么于是二氧化碳变成一个主流 于是二氧化碳变成一个 会让我们地球热起来 于是让我们觉得也好像热起来 好 我们现在先停一下 我们来回到一个现实的世界 这个人 也许你们很多人不认得他 不过也许你们80%的人 也许更多的人 也许都看过 或者听过他曾经有一部电影 是他写的小说 叫Jurus Park 这个人叫Michael Cretton Michael Cretton 我认为他是一个相当聪明的一个人 这个人也只好这么讲 他不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 他也受过很好的教育 甚至他也学过科学 我认得很多科学家 常常要问说 你学过科学吗 你懂科学吗 要不然的话 你就是一个根本不够资格的他 他学过 他是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 而且他出来还做了一段科学研究 我想他头脑很清楚 他觉得那些东西没有意思 而且他有很大的财分他会写 所以他后来开始在编剧写小说 他写得很成功 而且他写的都跟科学有关系 那么他最成功的当然Jurus Park 我们都知道 是一个生物学的 就是在一个琥珀里面 找到了一个血 我们讲的这个干细胞 这个所谓的 然后用复制的方法 如果造出一个恐龙 当然那个电影 以我来看前面这个创意很好 后面完全是好莱坞式的 这人在那鬼打架 一只鸟跟另外一只鸟追来追去 可是问题是很简单 因为现在看电影的是 比你们还要小的 这些teenager 他们喜欢看 如果你一直讲这些科学 他们就呼呼大睡 就过来看了 于是就是一个鸟追来追去 可是这里面是有创意 可是我觉得他有一个书非常好 这个书在我的介绍你们的 这个参考读物里面都有 我希望你们如果还没看 暑假可以找来看 他写得很好 我看了 这本书就叫Stay of Fear 这是当然一个很有名的 也是一个老师 常常在报上也写专栏 有的时候也要骂我们台大的 叫做红蓝老师翻译的 我认得他 他这个叫Stay of Fear 翻作恐惧之邦也可以 其实就是恐惧的状态 Michael Cretton 他因为自己有很好的训练 他也知道他要写一个书 他应该要去查一查 他基本上当然是怀疑 所以他这个书 中文跟英文本是一样的 后面 这个小说后面 大概有200个附 附著 就是他参考了这么多的科学期刊 他编的一个故事呢 是讲一个 所谓的一个气候 以创造气候暖化 来为主要目的的一个基金会 跟一个亿万富翁 那亿万富翁支持他们 可是这牵涉到一些暗杀秘密到南极 非常有趣 我看了 那么他中间就说所有的故事是虚构的 可是所有中间所引述的这些资料 是科学文献上 而且是大的科学文献上 不是那种民不见精湛 这些文献上 所以他是见机在一个真实科学史所写出来 而他写这个主要的用意就是用一个小说的办法 来让大家认识 其实全球暖化只不过是创造出来的一个still fear 那么从他的字面就是一个恐惧之邦 那么他当然弄出这个 他当然被批评的很厉害 他也有很多学校 我也看了很多学校请他去演讲 我相信他辩论的很多 那么事实上他在他的网页上 这个人其实人业长得很好 他这个 他写得很好 那么他讲 就是global warming 基本上这件事情 是一个把政治跟科学绑在一起 他说有一点像以前我们谈的eugenic eugenic在西方是一个很丑陋的名字 就是叫做种族论 就是种族优越论 这个在美国很多有名的人 前期都支持过欧洲更多 他说这个跟eugenic一样 就是没有真正的科学的证据在里面 而他因为他写这个 他也做了很多研究 他知道有很多非常好的 而且很有地位的科学家 而且是做他这一行的都反对这个事情 可是他们的这些意见都不能够表示出来 刚刚我跟这个张志北他也讲 他说你现在任何人讲这个你就被妖魔化 你的脚上就长一个脚 是这样 所以张志北他很支持这种少数他懂的 可是他当然也不能够变成一个长脚的人 所以他说这些人的意见都被压制 或者他们很聪明的不要表达出来 他说有一个证明说这些被 这些被 outspoken这些critic被压制的一个证明呢 是因为很多这些批评 global warming的人 are retired professor 很简单 为什么是退休的教授 如果你是现在的教授 尤其你是一个年轻的教授 那你就惨了 你不但没有那个经费 你可能根本就不能够生存 你就算是一个成功的教授 你跟很多人变成敌人 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都要经费 当全球暖化变成一个高昌入云的口号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这个钱多得不得了 全世界给他们太多的钱 我很了解科学界的情形 这里面的问题多得不得了 而且我再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我因为也watch这个领域很久 30年前40年前1970年 同样的一个学术领域 大气科学领域 最热门的一个话题是什么话题 我们的地球是不是要进入小冰河期了 1970年 你们去查一查 那个时候最热门的 再问一个问题 40年前 还有哦 再早的30年 1940年 还有一次 也在问 是不是变成要表冰河期 再早30年 1910年 也问过一次 好 过去的1910年 1940年 1970年都问 那你说对啊 过去那个情况改变了 最近20年开始热了 地球不得了了 开始发烧了 对 他们都看到了非常清楚的证据 他们都看到了一些改变 我觉得 就算这些测量是对的 可是我要讲一个问题 当然 Michael Cretton很不幸 他死掉了 不是因为他错 因为他病了 那么后来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 很有勇气 头脑很清楚 我觉得他的贡献 我觉得不因为他不在这个世界 而更少一点 我觉得我要对他表示敬意 那么他 我觉得他做了 他后来还写了一篇 一本 关于生物精英的 叫做Age 也是 背识在一些 真实的科学上 我觉得这个人 他的小说是 很有意思 所以Stay a Feel 我建议各位去看 还有一个人 这个人其实我们介绍过他 因为他老了 你们也许不认得 年轻的时候是这个样 那么这是 Felman Dyson 这是杨振林里的 我这个人死掉了 这个人叫Pais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物理学家 他是理论物理学家 可是他是一个对科学 非常有品位 虽然没有 他虽然没有得诺贝尔奖 他在学术里的地位 绝对比95%以上的诺贝尔奖 地位都要高 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夸耀 非常humble 可是他很有勇气 他也愿意讲出来 他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在美国 我刚刚跟张志北讲 他也知道 他说我们都知道 他是minority 可是我们都知道 Felman Dyson 他是一个 非常的不一样的 一个跟主流的看法 他就是说 整个全球暖化 他讲 他说我自己并没有 I have no degree in meteorology 就是我没有大气科学的学位 这因为他这么大的科学家 都会限制说 你不要讲 你不是大气科学 你讲屁话 可是这个话不对 可是他说 可是我 我 我没有qualify 可是 I have studied the climate model and I know what they can do 他说我曾经研究过 这些气候的这些数据 不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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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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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模型解决 Equation of fluid dynamics 他说 可以解决这个流体力学的问题 解决得很好 可以形容 可以去描述这个大气的这些流体的运动跟海洋 可以去描述这个大气的这些流体的运动跟海洋 所谓的化学跟物理 所谓的化学跟物理 以及在化学跟物理的领域里面做的model都不好 跟farm 跟forest 尤其这种农业跟林业 They do not begin to describe the real world that we live in 他们并不能够开始能够描述真正的我们 The real world is muddy and messy 是一个混杂的 是一个混乱的 而且full of things that we do not understand 它充满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 It is much easier for a scientist to sit in the air condition building and run computer models 就是很容易的是一个科学家坐在一个冷气房里面 去在电脑上跑一个model Then to put on the winter clothes and major What really happened outside the swamp and the cloud 就是你真正的要穿上一个衣服到外头去看 那么他在这个行业里面是因为是一个人物 所以他的这个意见我在这里把它 他们有把它综合下来 我把你们念一下 他说在科学的历史 It has often happened that the majority was wrong 就是多数常常都是错的 Refuse to listen to minority Later turn out to be right 这当然有人说你以为你一定会弱 可是他说在历史里面大多数是这样 第二个 Climate change is part of the normal order thing 他说地球的大气的变迁是一个正常事情的一部分 就是我也讲我们在我们的成语里面讲 天有不测风云 风云本来就应该是不测的 可是我们说不行 夏天一定要是25度 冬天一定要是0度 这是人类 这是我们住的人类 好 We know it has happening before human come 他讲的跟我的一样 人类没有来以前 天象一直在变 Just because you see picture of glass falling 这是很强的 就是你只是看到了 冰山垮下来 into the ocean 垮到海里 doesn't mean anything bad is happening 并不代表就是有什么事情就糟了 因为冰山一直在垮台 等一下我再讲 This is something happen all the time 这个我等一下会给你们看一些论文 就谈这个事情 It is part of the natural cycle 这是自然的循环的一部分 It makes very little sense to believe the output of the climate model 他说我们很难说要相信 由这样子的model 由这样子的气候的model 所送出来的东西 他说 Vegetation is really controlling what happening 就是真正的是我们地球的这些表面的一些植被 其实是很重要 Where as emphasis on the climate model has always been on the atmosphere 可是我们现在只在谈大气的问题 我刚刚讲他还讲到植被的问题 可是还有海洋的问题 并没有去谈 等一下他有稍微提到 There is no doubt that part of the world are getting warm 他承认 他说也许有一部分的地球热起来了 要不然这些科学家怎么会量到呢 But the warming is not global 可是这个热不是全球性的 在下面看 The idea that global warm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 facing the world is totally nonsense 他说我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因为有一个地球软化 认为这是一个nonsense 这完全没道理 It's doing a lot of harm 而且认为他说因为还有害处 什么害处 这个我非常同意他 It's distracting the people attention from much more serious part 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假议题上面 集中在一个假议题而忽略了更严重的问题 The average ground temperature of earth is impossible to measure 其实我们地球的地面的平均温度不能量 为什么 因为大多数的地球我刚刚讲70%是海洋 So the average ground temperature is friction 只是一部分 现在大家都说平均温度是什么意思 你们去问一下 你们去想一想 怎么样测量平均温度 怎么样测量 甚至我常常也在问 海洋 海水的平面 升降 怎么测量 他们说是10公分 20公分 你觉得这个中间是在误差里面 还是在真的能够测量吗 我觉得这都非常有意思 When I listen to the public debate about the crime 他说我在公开听到很多人在辩论这个 所谓的大气变迁 I'm impressed by an enormous gap in our knowledge 我听到的是在我们的知识里面有一个很巨大的鸿沟 The sparseness of our knowledge 就是我们的观察是这么的薄弱 and the superficiality of our sphere 而我们的理论是这么的 superficiality 是这么的不大可靠 是这么的四四而非 We simply don't know yet what going to happen to the carbon in the earth 其实我们完全不知道碳在大气里面是什么作用 Computer model of climate a very dubious business 是一个非常可疑的一个事情 If you don't have good input 你要知道我们在跑一个数学的一个模型的时候 你放进去什么东西 我上次不是讲过吗 Fermi跟他讲过吗 Fermi说我有个好朋友叫Vernoyman 他说你给我 你用一个数学model 你给我四个变数 你给我四个变数 我可以凭空创造出来一个大象 你给我第五个变数 我可以让他的鼻子动 你要知道这些数学的model不是凭空 你输进什么东西 如果你对这个事情没有认识 现在很多的training的scientists没有认识 他只是把一个model去跑 然后把一些东西放进去 他没有看到这个model里面的危险跟限制 这是一个非常 dubious business 他讲的非常 他不需要是有一个degree在气象学 他有一个好的判断力跟训练就够 We do not know how much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 is due to human activity 我们并不知道人类创造改变了这个环境是多少 是人类创造 How much is due to the long term natural process over which we have no control 有多少是人类控制的 有多少是一个长期的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个环境 这个我也很接受 我也非常支持他的看法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honest and well informed experts can disagree about the fact but beyond the disagreement about the fact There is another deeper disagreement about value 这个是更重要 他说很多的专家对一些事实 会有不同的看法 他说对于事实的不同看法 并不令人意外 可是更重要的是 在对于事实不同看法的背后 有一个更重要的是 对于不同价值的不同的看法 这太重要了 就是说 就算你认为它有或者没有 可是我们要判断它 这个事情对我们人类的意义 这是一个价值的问题 我觉得他讲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 好 我们现在再回到 跟科学有关系 这个是三年前的2月8号 在《自然》杂志 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 这是一个给大家公认的 这是一个 不是我们现在大气科学家 是另外一种叫做古气候学家 Paleoclimat 古气候学家是他们由地质 或者是由植物 或者现在最好的方法 是到南极的那个冰原上 打一个飞 他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技术很好 可以打一个上千公尺的一个非常 拿出一个岩的一个 一个冰岩把它拿出来 因为这个是一层层被冻在上面 所以从这些被冻的这些冰里面 我们看到一些氧的同位素 可以看得出来当年的温度的变化 从这个变化我们去推 这一层是什么时候 我们去推当时的温度 当然这里面误差很大 没有问题 可是同样是一个科学的办法 用这样 于是他们得到了一个论文 他们的论文就是一个长期的 他们是几千万年 几千万年 就是说亿万年亿万年 而不是指针朝系 我们现在的科学是指针朝系 他在这里讲 It has been nearly 34 million 就3400万年以前 Since Earth was first last free of last continental Asia 就是地球在上一个没有被冰雪盖的到后来被冰雪盖的 其实是3400万年 也就是在3400万年以前的地球 是一个比较热的地球 那个时候 你看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he all year 这个我不会念 就是叫建兴市 就是3000多万年以前 3300多万年以前 整个的南极 had been a large green continent for several tens of million years 就是整个的南极的大陆是一片绿油油的 就是那个时候的地球 是一个很软的地球 the only significant concentration of the ice on the Arctic Ocean on the Arctic Ocean probably occur on the anti-arctic highline and in and around the Arctic Ocean 他说只有在山上有些血 也就是说地球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环境下是一个软的 用这张图就是同一个文章里面他附的这张图 就是过去大概差不多6000年 6000年的整个地球的情况 这个是所谓的我们说的侏罗纪 就是在我们说的这个以前 在恐龙大概5500万年 这个是3000万年 这是过去的我们的3000万年 我们现在在这里 那么这个从过去的3000万年到现在的3000万年 中间有一个30万年的 他们看到了一个transition period 就是3000万年 3000万年 30万年的一个 这个transition period是怎么样呢 也就是说过去的这个地球 在这个情形以前 整个地球 包括南极 都没有什么冰 地球是很热的 相信也许我们现在台湾这个地方 根本不能住人 我们得住的比较冷一点的地方 可是那时候当然并没有人类 那么好 那么这个3000万年 我们现在整个的地球 我们现在是一个ice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情形 是一个在地球最近的6000万年里面 是一个冷的 而你看这个尺度 是3000万年 3000万年 变化的过程是一个突然从一个热的 突然变成冷的 是30万年的改变 人类的历史有多少年 也许有一万年 可是现在有记载的历史 真正的 像中国大概是四五千年 就算有一万年 人类的存在 就算有一百万年 跟这个30万年也许长一点 可是所谓人类存在 当然是从类人 从猿人这样子开始了 那么你看跟3000万年比起来 可是我们今天说我们的地球 科学家说我们的地球热了多少时间 就算有30年 大概是没有 大概是说二十多年来 二十多年来 地球开始慢慢的热起来 他们说好 所以现在就有这样的文章 climate anomaly is an artifact 完全是一个创造出来 而我们看人类测量我们地球的年纪 开始什么时候 1860年 近代科学1860年 而且那个时候的测量 还没有现在这么好 那么就算有150年 刚好150年 150年算什么 在整个的3000万年 在30万年里面 也都是非常短 而且他们也看到 在1960 在1990中间 1945年 是一个非常冷 是一个非常冷 就是40年我刚刚讲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 我要跟各位讲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现象 就算我刚刚讲 你会测量地球的温度 你会测量海洋的温度 你没有被这些东西所欺骗 就算这一切的测量都是真的话 这个其实都不重要 为什么 因为时间太短 这么短的时间所得到的结论 其实不足以下任何的结论 所以我觉得 高尔的这个 Inconvenient Truth 不重要 这个电影 更不要说最近放的那个 正负两度C 也不重要 而且刚刚我们还在讲 正负两度C 因为引用资料有点错误 我觉得就算资料没有错误 我刚刚讲 就算这些测量都没有问题 它的时间这么短 以一个地球这么长的生命 这么短的 其实没有必要 而且这里我讲了 到底这个南极的冰山 是一直在最近大崩 还是至少有六千年 这个就是我讲的 Michael Cretton 的书 后面所附出来的 这几个 在正式的 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 或者是在Science 杂志上 或者在这个 冰川杂志的旗杆上 这不是乱七八糟的杂志上 他们都说 有证据 南极的冰山 至少一直在崩塌 有六千 六千年 六千年就跟这个全球暖化 所谓的人类活动 尤其是二氧化碳 尤其是工业革命 没有直接关系 可是我要说的 就是说回头来讲 所以我在其实三年前 4月12号 我就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说地球太热 跟我们太热 但我提到了像Michael Carton 我那时候还没有看 Freeman Dyson 可是我举了一个例子 我现在跟你们讲 我发觉你们可能 对这个例子会有点印象 就是说 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所谓二十年三十年 跟地球比起来 就好像我现在 在你们各位的身上 放一个温度计 这个温度计非常好 每一千分之一秒 会量你的温度 量一次 结果你在某一个温度 在一千分之一秒的时候 你的温度突然跳升了 百分之一度 这样不得了 你这样子还得了吗 照这样子的话 你大概过三四个小时 这个人就死了 我们今天的推论就是讲推论 就是我们在地球 这么长的历史里面 只看到二十年 就算我刚刚讲 现在不要说 这个测量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测量本身 都可能有问题 就算这个测量 没有问题 这么短的时间 能够下结论吗 我觉得现在 以我们所得到的讯息 不足以下任何有意义的结论 好现在回头来说 也许你们会觉得说 难道不好吗 这样子不是让大家爱这个地球 对 我承认这个结果也许好 可是你觉得用这个方法对吗 比如说有一个小孩 你跟他说外面是黑的 你如果进到那个黑夜 你就永远不能回来 他有一天去试 去了又回来 发现没有试 你是牺牲掉一个真正的 一个知识的价值 来创造一个恐惧 而这个恐惧是不真实的 就是Michael Cretton讲 这是一个stay of fear 我再说一遍 我决定没有反对 人要爱地球 而且我再说一遍 人类跟地球的共存 是所有文明都愿意做的事 而今天谁在破坏人类的环境 近代科学 我今天这个课到最后 就是要讲 最可以祸首就是近代科学 近代科学就是人来控制这个宇宙 所以他们很傲慢地说 地球被人类搞热了 我们把它烧热了 我们可以降下来 我的结论是 如果是地球真的要变热 我坦白讲 我们无能为力 可是如果真的要变热 海洋会上升 地球会改变 你们的房子会被淹掉 是你们的房子吗 不是 是你的儿子的房子吗 不会 是你的千亿万代的子孙的房子 会淹掉 那个时候人类会慢慢慢慢地 搬到别的地方去 如果人类还能活得下去 如果人类够谦虚 如果人类知道 我们跟宇宙要改变一个方法 不能再用现在科学的方法 我们要控制它 我们能够把它烧热 把它降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很有道德 其实这个道德里面是充满了傲慢 这个傲慢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地球控制得住 我坦白讲 我们控制不住 而且你看看 如果三千万年整个地球那么热 假如那个时候有人 我们就不会住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住在冷的地方 而且这个世界的气候一直在改变 有些地方原来不是沙漠的 现在变沙漠 有些地方现在 原来没有雨的 现在会下雨 其实这个世界在改变 如果你把尺度放长一点 我们人类不能够说 我们必须要维持现状 今天上海在这 就必须要在这 纽约在这 就在这 有一天如果真的海水涨起来 我们就要走开 人类应该要向自然 表示我们的谦虚 而不是我们在这说 你要停下来 你的温度不能够上升 而你所看到的是一个虚假的现象 是一个短暂的现象 我觉得这个是 现在是一个非主流的看法 可是你们可以想一想 我现在在谈一些 在科学上的一些 有根据的一些说法 他说 Warming Antarctic water began to cool 这是在Nature杂志上 就是整个南极的 所谓的热的气候 其实现在开始变冷了 变冷了 其实这个改变 另外就是这个Sediment Sediment就是 就是这种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的 现在就是用这个地层的办法 你看它可以挖一个多深的 一千两百米 他们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用这种挖的办法 看到这个冰 冰岩里面的这个洞 那么他们可以看到 甚至有上千万年的 这个这个 当然这里面 也同样有一些误差存在 可是这同样的是一个科学的办法 可以看到这个地球的过去 而且他说 其实在过去 在过去上一个 所谓的地球的旗 就是那个 渐兴四季的时候 整个南极是像这个样子 不是现在的 全部是冰 只有高山有雪 其实跟今天像阿根廷 有一个地方叫 Patagonia 这种地方 它的情形非常像 也就是在三千万年 南极是这个样 不是今天这个样 当然三千万年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没有概念的 因为太久了 因为我们的生命 只有五六十年到一百年 所以我们都认为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要解决问题 我忘了有一个 有一个slide没有放进来 我可以下次给放给你们看 就是去年 我们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寒冷的冬天 所以很多的气象学家说 冰河期要来了 所以我们人类 坦白讲我们的记忆太短散 我们的生命太短 我们用这么短的生命 去judge一个 有四十亿年的地球 我们有一个 三千万年的大cycle的一个地球 我觉得这就跟刚刚我讲 在你的身上放一个温度计 万分之一秒 千分之一秒测量一次 如果你的温度动了一点点 就说那你百分之一秒 那你一秒 然后你十秒 那么你就会死掉了 你过几个钟头 一定被厚厚的热死 这就是现在的推论 这种推论是标准的科学推论 有没有错 没有错 科学家就是这样做推论 可是刚刚我讲 像菲文戴森这种 我觉得头脑清楚的人就知道 这里面的问题很多 可是主流 毫无疑问的 全世界 包括台湾都是主流 可是我觉得这个 关乎你的训练好不好 刚刚我的那个朋友 他是在全世界 气候学里面 算是顶尖的人 他得过一个非常好 他说我站在主流里面 可是我完全了解这个主流里有很多问题 因为他不要变成一个头脑头上掌脚的人 那么另外当然还有所谓的南极破洞的问题 而且现在有人就说 在处理南极破洞的所谓的去改变这个天空 去改变这个南极的破洞 其实南极的破洞 臭氧层也影响到温度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一方面你去补了这个洞 一方面可能你创造了另外一个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牵一法而动全身的 可是科学的办法是要把它fix起来 我今天动这个二氧化碳 别的都不要动 我先控制它 完了以后再动别的东西 这个情形不可能 地球是一个复杂的 是一个动态的 是一个整体的系统 可是你要用这种线性的 区域的模拟的这种办法 这个先天上就有很多 就像刚刚Farman Dyson讲 这些model去跑来研究 那个小的流体力学用的很好 可是研究这个大气 这个云或者是海洋 是一个非常糟 我觉得他讲的很好 那么我想这个世界上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跟着这个 比较好像有理想主义的 有道德意识 好像是在那要拯救着地球 这个想法是非常好 可是他用了一个错误的理由 我再三回头来讲 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思维 我在下个礼拜会讲 就是面对宇宙 而这个新的思维 就是要脱离近代科学的 这种简单的 单一的小范围的 因果的这种思维 变成一个更长远 如果我们有那样的思维 就不会在陷在 所谓的全球暖化这个问题里 所以我想我今天特别要讲的 第一个问题 我想就是讲这个全球暖化 我相信也许有很多同学 没有想到我会这样讲 也许你们在心里有很多的 不以为然 或者是不同的意见 也许我们先停在这里 你们可不可以 我们就停在这里先讨论一下 或者表示你们的看法 有没有同学 有没有任何人 有些什么想法 有没有 好 我们先讲到这里 我们后面再讲第二个问题 我们这一堂课先讲这个 我讲这个 就像刚刚我的那个 张志北的教授讲的 像Philman Dyson 我们都是minority 可是他讲的 在科学历史里面 常常是多数是错的 少数是对的 他也没有大级科学的学位 我也没有什么学位 可是 这需要一个经验跟判断力 我非常支持他的判断力 而且像Michael Cretton的那个小说 我建议你们去看一看 蛮有意思的 蛮好玩的 蛮好玩的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我们继续讨论 也许还有一些问题 我们还可以再讨论 第二个 谈生命科学的事情 我们谈这个人 黄以西 大家大概都知道 这个韩国的一个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好的 做育种研究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科学家 而且他成绩非常好 可是很不幸的 在2005年左右 他出了一个大事 他还做了一个复制狗 复制狗 那么这个是他整个的过程 2004年12月2号 其实他在这个汉城的大学的 他就在Science上 发表了一个文章 他事实上 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他能够复制出 30个人类的胚胎干细胞 而且他从里面还可以 弄出一个 一个干细胞 有一个胚胎细胞 就从里面弄出这个胚胎 这个在前面就走了一步 然后有一个人 就开始质疑他 就说你的这个问题 你所研究的 所在人类的这个卵子的研究 这个里面可能有一些 伦理的问题 因为现在都根据研究 你不能去买 怎么样捐 这里面也有一定的办法 那么他是不是用了 他的junior member 就是用他的实验室里面的 一个一个女的研究员 那么他同意来做 而这个过程 他说是很痛苦 也很很危险 因为取一个东西出来 并不知道我们这么容易 于是韩国那个时候 当然很支持他 于是他们开了一个 韩国的所谓的 生物伦理的一个会议 那么而且他们去让他来回答一些问题 回答一些问题 那么实际上他们来调查 那么他们来调查他的这个研究 然后韩国在19 2005年的1月1号 正式通过的一个法律 就是让他来做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 在美国是不准干细胞做再研究 那时候小布希是有一个宗教的一个影响 所以南韩在那走得很快 所以而且他们还支持他的这个研究 成立了一些很大的组织 在这个法律里面支持他 于是在2005年他就硬实产生了一个更厉害的一个论文 这个论文他是创造了所谓11个胚胎干细胞的猪 而且他是从一个皮肤细胞一个病人 这个太厉害了 这就是从一个体细胞居然可以创造出来一个干细胞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在这个里面有一个不得了的一个大的发现 大的突破 而且这个里面对于治疗跟研究都是一个大突破 我想如果这个事情被证明是真的 我想黄雨琪毫无疑问的非常可能要得到最高的 比如说像诺贝尔奖 那么于是他又在那个时候 同一个时候他们宣布五月的论文之后 他复制了一只狗 我想他们在这个行业里面是有经验 这就是他复制出来的狗 他用这个狗 这个是一个阿富汗种的猎犬 用他的细胞 用他的所谓的起细胞 然后用复制的办法 我们刚刚讲复制羊 然后用这一只拉布拉多的母狗 然后做他的代母 然后生下来 当然这个狗的复制 我想也是在那个时候 让黄雨琪变成一个世界有名的人 那么而且韩国非常的兴奋 于是他们就要成立一个做研究的一个组织 来支持他的计划 那么而且黄雨琪就 来做这个整个计划的一个负责人 那么而且黄雨琪起先被人家质疑的伦理问题 那么他现在又开始做 于是他认为过去的这个所谓取得卵的 这种争议的问题 已经没有问题了 可是根据科学杂志 就是这个人 这个人是在Peaceburg大学 跟他合作的 这个美国的一个科学家 他的这个论文两个人 他就通知这个Science 他说 他警告他们 他说韩国的这个新闻报道 说事实上有一个人认为 他去他中间的有一个人 就是他的团队里面有一个人 用不合法的方法去买卖了这个卵子 那么可是 这个合作人说 其实他所用的这个卵子 在04年05年的这个里面 并没有这种被强迫的 有付钱的 那么可是继续根据科学的报道 就是这个合作者 11月告诉他们 他已经停止跟黄的合作 为什么呢 因为他相信黄在他的论文里面 miss represent the fact about the constant issue 就是他们同意的一些事情 他所表达出来的是一个不一样 抱歉 这怎么会想起 那么 他说 那么科学杂志就要求黄以希 他说 关于他的这个研究的这个问题 让他来回答他们的问题 2005年的这个论文的作者 就给了Science杂志说 他们在整个的论文里面 有一个表 第二个表 他们里面有一些资料 是要稍微有一些更正 可是他整个的这个更正 不会影响他的结论 于是在这个时候 这个美国毕斯堡的这个这个研究者 他公开的断绝了跟黄以希的所有的合作 那么 于是在另外在韩国的另外一个医院的一个专家 一个这种这种这种生育的专家 而且也是这个论文的共同作者 他们承认他们所用的20个人的卵 其实是他们去取得 去去来来 从他那儿取得的 从他去弄来 可是他说黄以希并不知道 也就是说他希望不要影响到黄以希 于是韩国的新闻界 有一个叫这个电视台 有一个名字 这个不晓得什么叫 Mung Hua 那么就播出了一个调查报导 主要就是说 他的这个取得的这个卵子有问题 叫做 Suspicious over X 就是对于他所取得的这个卵子里面的一些问题 黄于是终于承认了 他的干细胞研究所用的这个卵子是付了钱 是他的一个研究里面的一个比较之前的一个成员 他付了钱 他从他的正式的职务上辞职下来 可是他继续做他的这个研究 于是这个电视台的这个报导 继续的有人告诉他们 其实他在整个的研究里面的Credibility 本身也有问题 也就是他的这个里面 有一些就是他的 根据他们取得的样本 来继续做这个DNA的分析 其实他们就是他们所得到的这个所谓的所谓的胚胎干细胞 并不能够match所他们所从定人所拿到的这些细胞 也就是说根本不是由一个体细胞用一个复制的办法 因为你复制的话必须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里面就质疑根本就没有存在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于是 那么Science杂志继续的报导 就是另外在韩国的一个调查人类这种研究 跟伦理的一个汉阳大学医学院的一个负责人 他说他说在这个他们对于这个的调查 他在这里面发现两个研究者在这个黄影席下面去处理了这个 关于这个这个所谓的非志愿的而且是有付了钱的这个问题 没有付钱 他说只是付了一些1000多块的美金的一种直接的费用 并不是用其他的买 他说this was not illegal or inviolent health thinking guideline 就是没有违反那种所谓的生物研究的法 那么他还说 We strongly believe that the identified concern have no impact on the validity of the scientific conclusion 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问题对于那个科学的结论的有效性没有大的问题 这个时候科学杂志的编辑 就是说那么黄雨昕向他们去联络他们 他说在他的所公布的一些所谓的一些image 就是在这个所谓的DNA的这些或者这些蛋白质的这些影像中间 有一些错误的一些duplication 有一些重复的部分在2005 他说we made some unintentional error 就是不是故意的 using about 4 picture redundant 有4个照片其实是重复了 the science determined that the redundant image did not appear in the PDF version 就是后来他们用的PDF档的论文并没有出现 and we'll insert later and say the mistake does not affect the paper scientific 就是没有影响这个科学的结论 那么于是这个韩国的媒体报导 这个电视台他们觉得他们用那样的办法来challenge黄雨昕 他们觉得用的方法不好 为什么就是因为整个的韩国的民意非常的高涨 那个时候黄雨昕已经变成韩国的民族英雄 他们认为我们韩国终于要出个大人物 等一下我就讲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他们就有压力 于是这个电视台说我们用这个办法去challenge他 不好我们提出道歉 于是这个时候到了2005年的12月就开始正式的调查 那么美国的披萨堡大学也开始调查 然后在韩国的首尔大学也开始做这样子的调查 对于他的研究 对于他里面的所有的这些问题 而这个时候跟他的合作者 美国的这个人叫Shartan asked to recheck 就是把他们在2005年这个所谓的 从体细胞弄出11个胚胎干细胞株的这个论文 把他撤回来 那么他说他有一个讯息声称 他说他所得到的消息 他不希望在这个论文里面有他的名字 他说他所得到的消息 他不希望在这个论文里面有他的名字 他说他所得到的消息 他不希望在这个论文里面有他的名字 他说在从Pittsburgh Doubt about the paper accuracy 就是他所得到的讯息 他所发表的这些问题 而且让他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怀疑 对于这个论文是不是对的 是不是正确 那么于是这个时候 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研究者 包括这个Iron Woman 我们都记得她是做陶丽阳的 就写了八个 在全世界这个行业里面最重要的 一些几个人写了一封信给黄雨昕 他说你应该要接受 公开的把你的资料拿出来 给大家做调查 主要是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这个事情被证明是假的 这个行业就垮掉了 可是这个事情后来证明是有问题 而且文武在这个之后 他曾经公开的宣誓 他说我再也不做这个领域的东西 他觉得这个领域牵涉到太多的问题 跟ASIC的问题 所以他自己说他不做 所以后来这个负面的效果就来了 美国的这个杂志 本来是他是一个顾问 就把他的整个位置就取消了 而且这个时候更有一些新闻 就是说事实上他整个的这个论文 是fabrication data 就是他的一个数据 fabricate就是像工厂里面创造出来 也就是说根本没有这些数据 这个情形其实在很多的实验是常发生的 于是他那么 他说甚至有人说 他说黄其实告诉他们说 根本没有这种所存在的 这个复制的胚胎干系的 于是到这个情形下 于是这个情形就越来越厉害 于是他说Science就宣称 黄跟Shutter已经正式的写信给他们 要求把那个论文撤回来 而且 而且黄就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他说这个里面 事实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他说他们现在必须要等整个的研究团队 都承认 都同意 才能撤回这个报告 于是这个时候黄就开记者招待会 他承认 他说他们并没有创造出这样子的干细胞 而且能够match这个所谓的 idio patient 就是他真正从他那里复制出来 There were mistakes made 他说human error 他还是说是一个人 个人的一个处置错误 他说在一些照相 在保存方面 在干细胞面 他说he will seek agreement from his co-author to retract the science paper and will investigation how the mistake were made 他说也要调查 这到底是怎么造成 he add his team is storing some frozen steel 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把一些 已经冰冻起来的 已经冰冻起来的 一些stone cell的这个 干细胞株把它解冻 然后去比对他们 去比对他们 事实上到最后的结论是 他们发现这整个是一个大问题 也就是说黄乙奇 创造了一个大的一个错误 因为他其实并没有做出来 像这样子一个世界大的突破的事情 像这样子一个这么显著的事情 为什么黄乙奇会做 那么有人说这是因为韩国 因为韩国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国家 现在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是韩国人的子孙 就是他们是所有的事情全是他的 而且我跟各位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我1995年大概是95年 我只去过一次 那个时候还不叫首尔 那个叫汉城 后来他们为什么要改成首尔很简单 汉城就跟 汉就是跟中国有关系 他变成一个跟汉 那当然要改成一个soul 那么其实那个时候叫汉城的时候 我去汉城 在他的汉城市中心 那么有一个像成品 一个书店 那个书店也是一个大的书 书城有一个走廊 很长 那个走廊上有很多很多照片 爱因斯坦 居里夫人 费米一大堆 都是德诺贝尔甲 一个都 中间有一个地方 空了一个位置 那个位置下面写了这一行 当然是写的英文 因为我根本不会看韩文 我记得了 那么他说 韩国有没有 韩国有 韩国金大宗 因为推动阳光政策 跟这个北韩的和解 他得过和平奖 可是他们科学方面 一个都没有 他们的科学压力很大 因为在他的近里 他的竞争者 日本或者是我们中国 都有 比如说日本有很多个 尤其这些年日本不得了 那么物理方面 一年一年都有 而且很多是很多年在日本做的 那么中国现在也很多 对不对 我们台湾最出名的就是李远哲 后面还有两个 甚至去年 像香港 或者他在美国也做过 也在英国做研究 这个做这个光纤的高 高昆 可是韩国一个没有 所以他有这个 我觉得他有这个焦虑症 就是叫做诺贝尔焦虑症 而且他还有这个压力 我在他们的韩国那个岛 在比较靠北边 就是靠东边 有一个叫普浩 叫普向钢铁厂 这个钢铁厂 有点像我们中钢 很晚 都做得很好 于是这些钢铁厂 也创造了一个普浩科技大学 有点像他们要学一些 像麻省理工学院 他们就从美国搞回来很多学者 他们就是要走另外一条路 因为以前韩国也是这样 有点像这种一般的考试 于是他们走美国那个办法 就是有很多是可以来 学生可以来直接申请学校 那个学校也做得很不错 我记得我去那儿访问 就195那时候也去 那么在他的校园里 某一个地方 很有意思 有四个座 三个是很大的人物 我想一个是Maxwell 一个可能是Einstein 还有一个是谁我忘了 然后另外一个座也空在那边 他说这个座留给我们韩国未来的一个grade scholar 所以韩国人有这个压力 那么这个事情我跟杨振林谈过 他说韩国因为这个民族很强 他是控制的非常厉害 所以他对于这个纪律效率也许做得很好 可是对于创造力我想他们可能有问题 那么我记得那次去韩国这个政治变化可能快到一个程度 非常有意思 我那时候去访问了他的科学部的部长 一个姓郑 访问完以后我回来大概花了两个礼拜 文章还没有登出来 部长已经换了 所以这个改变非常快 而且韩国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我那次我记得很清楚 我到浦汉 浦汉那里有一个同步辐射 那个同步辐射的一个主任姓李的我记得 很好他年纪比较大 我跟他谈起这个事情 他说我们做科学跟踢足球参加奥运不一样 踢足球奥运可以短时间我们可以训练 科学不容易 我想这个是对的 可是他们这个焦虑症也许也影响到黄雨昕 可是我现在问是不是黄雨昕是单一的个案呢 不是 这个人是一个德国人叫匈 匈匈在1980年代的晚期 他变成一个像Genius一样的人 他从德国出来以后 他做的这个superconductor的这个材料的这个实验 是非常的成功 所以后来他被美国的Bail Lab 各位知道美国以前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以前有一个Bail Lab非常成功 可是现在美国的经济跟美国的这个Bail Lab电话公司都垮掉了 所以Bail Lab已经变成卓入黄花了 这个我五六年前去看 他们很大的那个研究的房子里面都还有树 他说以前那个有一个中医院的老运士在那 他说这里以前有五六千人 现在已经没有了 现在都垮掉了 可是那个时候他就被Bail Lab找了去 他的成功是那个时候大概每一个礼拜要有一个新的论文出来 而且他的这个论文都是非常有创意性 非常有大的突破 甚至他的照片都上了像Science的封面 大家也认为这个人一定要得诺贝尔奖 可是没有想到他们就是 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的实验 人家要去去reping 发现不能reping 于是后来就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 由一个外部的一个调查委员来调查 所以后来他是怎么样 我没有去follow up 而且他是德国的这个叫Constance 这个在德国的好像北边一个大学 那么他是这个大学拿到了博士 于是这个大学的说这个事情实在很糟 我们要把他的博士学位把它取消掉 于是这个事情就把他的博士这个问题取消掉了 于是这个事情引起了一些讨论 我稍微讲一点点就是《自然杂志》 于是发表了一个论文社论叫做PhD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博士学位 博士学位PhD 他说这是一个club orchestra 他的意思说 这是一个博士学位这样子的一个资格 到底是一个俱乐部的一个证书呢 还是一个跟他的研究历史 他说当然Science做这个事情是非常不好 他应该受到惩罚 可是把他的博士论文把他的博士资格拿掉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当年他做博士研究的时候并没有cheat 并没有作假 那为什么要把他 因为博士所证明的是他过去的历史 为什么因为他现在犯罪 做了这样的事就把他拿掉了 当然这个论文出来就有其他的不同的意见 于是有一个读者投诉就说 If you can lose a driver license Why not a PhD 他说如果你的驾驶指导可以被取消 为什么不能取消 PhD 他说现在在学术的领域里面 博士学位好像变成一个附身胡 好像变成一个 你必须有这个东西你才能做研究 就好像是你有一个驾驶指导 你才能开车 可是你乱开车喝醉酒撞死人 把你取消了 为什么不能够取消你的博士学位 因为那时候有很多这种的讨论 讨论来讨论去讨论去讨论来 这当然是反映了学术界的一些想法 于是有一个人也参加了讨论 这个人就是不是一个有 PhD 他说 You don't need a license to use your brand 他说你不需要有一个license 你不需要有一个学位才能用你的脑 他说 他说我实在是收购 他说我老是看到你们在这讨论说 这是一个专家 那是一个非专家 这是一个有学位的专家 那是一个没有学位的专家 他说这种把人分成两类 好像一个人没有一个学位 他不能够做研究 不能够想问题 不能够写任何的东西 而只要你有一个学位就可以做 他说这种整个的搞法 是没有什么问题 他说有很多问题 他说在Science杂志 他说我常年看 在这个Nature杂志 里面不时的就有人讨论说 一个科学的专家 或一个不是科学的 一般的人 他说其实这样分法 是很好笑的 他说对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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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说一个做红外线天文学家的人 来说一个biologist 一个生物学家 跟一个没有学位的普通人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好像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学位 可是他却彼此来讲也是这样的专家 他说这样子把一个人这样子划分为两等份 其实是非常不好 他后面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 他说这里就是 Inferrate Extra to a Molecular Biologist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一个 红外线天文学家 对于一个分子生物学家 就好像是一个 彼此之间都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 完全没有专业知识 可是他们同样有一个 所以他最后的结论是 Science is a philosophy of problem solving 是一个所谓解决问题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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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问题的一个 则学的一个方法论 Methodia a way of looking at the world tha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n institution requirement of degree 他说他基本上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思想 是一个方法论 一个对世界 探查世界的方法 而其实跟一个 是不是有一个 学术体制的一个学位 其实不见得有非常明显的关系 这个其实是在好多年前 在中国时报的这个报纸上 我们登过这个文章 这是一个英国人 一个英国人写的 他的这个文章叫做爱上那种德国的学位 各位知道 其实博士学位跟科学是有密切的关系 在以前并不流行这样的东西 而科学后来在德国 从19世纪开始 开始搞一个这样的学位 英国其实不大喜欢 也瞧不起 可是一时大战之后 他们发现德国 也许科学做得很好 也许是他们的训练体系好 于是他们就引进了这种学位 可是像牛津大学这种学校 还是瞧不起 说那种学位是那种德国的学位 当然现在这种学位 或者这种体制 已经变成学术界的一个公论 就是你没有经过这个训练 就像刚刚讲 你没有经过这个训练 没有拿到这个证书 好像你根本 连用脑子的资格都没有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有问题 这种思维 有一个漫画讲得很好 他说这个叫做一个新的 学术封建主义 叫做新的学术封建主义 那这几个学术界的人 在讲话 It just might be the greatest period of privatization since children 他说这可能是从 欧洲的中世纪的封建主义以后 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个私人化 就是大家私人结帮在一起 我想这个情形不光是在台湾 我想全世界的学术都有这个问题 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问题 我们后面也许再讨论 这里面有一个体制的问题 有一个规散的问题 有一个知识向度的问题 有一个人跟人拉帮结派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因为今天的学术 包括我们台湾大学 包括很多公立 甚至一些私立的学校 都要得到社会的supporting 而社会supporting 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就像上个礼拜我讲 像George Brown讲 你们要科学家要意识到 社会支持你们的道理 如果继续的变成一个 New Academic Futurism 你们将来会发现 社会觉得说 我们要支持你的正当性 所以这是一个学术界 或者在学术界里面的人 都应该要非常的敏感的了解 我觉得现在全世界的学术界的人 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将来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非常好 这个人我见过他一直在Stanford 大家都知道他现在做了 欧巴马总统的能源部长 他在做部长的那个时候 前年左右 他被旧金山的一个叫做济世报 其实现在旧金山这些报纸都垮掉了 那么济世报访问他 他这句话讲得很好 We seek solutions We do not seek the I say this justative paper anymore 现在我们的学术里面 就是在追求一些论文发表 SCI SSCI 他说我们要的是真正的solution 就是对社会有用的东西 很多paper确实是没有用的 We don't seek 他说让我大胆的说 就是只追求这些santive people anymore 这个人他是对的 他头脑很清楚 我见过他 他这个是前年 这个Nature选他的叫做年度人物 大概去年还是前年 好 我现在还要讲 其实科学论文的问题 不止于黄语熙 不止于那个德国人 这个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我猜 他是Hispanic HKC HK Hispanic 这种大概是Pahias 大概是这样念 Pahias 这就是有西班牙这种 或者是中南美中血统 他也是做生物方面做得非常好 可是他有Fabrication and Falsification 就是他有创造或者有错误的论文 后来被调查 后来出了问题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人 David D. Bartimo 他是一个德国诺贝尔甲 不是他做的 他那时候有一个实验室 他因为他自己后来到了 Rockefeller 当校长 也到了加州理工学院 当然这个事情 后来调查他没有问题 可是在他的实验室 也被国会调查过 也出了问题 跟这个日本的合作者 当然对他们的伤害都很大 那么现在就是说 在科学的论文里面 这些问题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现在尤其是生物科学 尤其是牵涉到非常多的 一步一步的这种 这种繁复的步骤 而这个里面有很多所谓的 要处理一个图 刚刚不是讲 叫黄雨昕 他的这个图 把一个蛋白质在一个显影 然后用它照下来的时候 而且他要用一个电脑去处理它 所以他现在有一个软体大家都知道 叫Photoshop Photoshop里面可以处理很多的图 而有的时候你去美化那个图 美化到了一个程度 已经变成fabric 台湾中心大学也发生过 两三年前 有一个论文上了Sale 后来发觉它是用Photoshop出了问题 所以这里有一个文章 非常好的就是谈 Hard in the picture The temptation of image In my manipulate 就是你去操弄那个画面 也就是说 事实上科学家有的时候要 让他的实验做得很漂亮 他会去处理那个东西 处理到符合它 而且我们都知道 科学家在某一个程度 他在实验中做很久 他觉得应该应该应该有这样的结果 一直没有 常常去改 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而且这种事情 在一个这么显著的 像黄尹熙 像Sherm 这种要得诺贝尔奖的 在麻省理工学院都要发生 我们可以想象 在其他的冰山的下面 还有非常多 成千上万的paper 都要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他这里面说 你怎么样去选用 你的一个length 你怎么样去它的厚度 你怎么样去把这个蛋白质 在细胞里的位置 都会有所改变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尤其在生物科学里面 问题很大 所以自然杂志前些年 登出了一个文章 叫做 The Trouble with Replication Replication就是在 现在的科学里面的一个 关键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能够重复来做 可是现在在生物学里面 我刚刚讲的 牵涉到非常繁复的过程 牵涉到你用的这些 精密的仪器的概念 你用这个Photoshop的尺度 都不清楚 所以在这个文章的最后 有这么一段话 就是40 years ago 有一个德诺贝尔讲的 一个immunology 就是叫做Metawar Metawar是很有名的 在科学界常常要做讲这样话的人 我把它稍微翻译一下 就是40年前 德诺贝尔讲的这个人 他说所有的科学论文 他在前面讲的 It's fall We're fall Fall 就是我们翻成像一个欺诈一样 因为这些人都把假设 由实验得到结论的研究 描述成一种顺理成章的过程 事实上 这些过程 是Metia Metia 就是混杂的 Metawar 我这个结论是 他也许很极端 但是相当真实的反映出 科学知识的真实面目 科学知识 并不全然是人们常常秩序的 称许的 可验证的知识 他反映了科学家的主观 思想的盲点 主观我刚讲 思想的盲点 是他还是善意的 还有一些 主观还有偏见 盲点 仪器的局限 我讲了 刚刚我讲了 现在用的很多的东西是靠仪器 是仪器给你的测量的极限 人的偏思 偏思有两种 一种是 Unintentional 不是故意的 还有是intentional 和故意的 这个里面就有合作 这是一个社会化 所以在Nature也发表过一个调查 调查这些科学家所做的行为 他的结论是 Scientist Behaving Badly 我讲过了 在科学的竞争 跟名利 跟各种的经费 深等的问题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Fabrication Cooking 就是改这个质量 从这个零点几 到百分之十几 深的 严重的浅 其实这个里面的问题相当的大 所以今天尤其是竞争 尤其是生物科学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 现代科学的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宗教 我想宗教在 我一直觉得在我们 不是大问题 那么答了懒妈的事情 我后面还会讲 他这些年因为被神经科学学界 认为我们在研究神经科学的认知这方面 那么这些高僧 尤其像达懒 有这种很深刻的冥想的经验 他应该来谈谈这种比较主观的思维 于是就请他去做一些演讲 可是这些 纽约三天有一些人是反对的 当然后来他们还是很不错 请他去演讲 那么事实上 达懒妈妈自己本身对于科学是很有兴趣 他对科学是有一个正面 可是他不是完全复合科学 所以我觉得 另外就是我讲到宗教的问题在美国 特别是在美国 我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因为他们有一个宗教信仰 尤其是基督宗教 一个人是上帝创造的问题 所以这些年来他们的争论非常多 甚至争论到一个程度 就是有些学校中学里面教这个演化论 事实上有些家长有些教育会 都要去上法庭打官司说 你不能只教演化论 必须要同时教上帝的创造论 所以后来在他们的学校里面 最近流行的一个新的一个办法 叫Intelligent Design Intelligent Design就是一个智慧的设计 那么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够接受生命可以演化 如果你从上帝的教义来讲 生命不能演化 所有都是上帝创造就是那个样子 人就是人 猴就是猴 物种就是这样 可是你这个演化 我们接受有一部分演化 可是是在上帝的控制之下 在上帝的创造之下 在一个更高的智慧 他们的这个统计 所以在同样的这个文章里面 有一个调查 就是在美国的13岁到17岁的人里面 他有37%认为这个达尔文的演化论 是一个有一个被科学证据 可是有30%认为并没有科学证据 有33的人并没有相信这样的问题 就在美国 而且他们认为人是演化的 或者是跟这个 不是 他说大概在多少万年慢慢演化 大概有40% 可是有38%的人认为是创造出来 创造出来 另外有百分之十几的人 是认为这个发展还是受到上帝的影响 另外当然接受达尔文演化论的人 你受的教育越多 他支持的人越高 这当然是这样 这是没有 也就是说在那个环境里面 其实争论很大 而且1925年 我们可能知道 有一个叫Monkey Cry 美国对于这个事情 是一个很敏感的地方 1925年在Tennessee州 Tennessee州 有一个Brother Act 叫Brother法案 就是在我们这一周 在美国的Tennessee州 不可以教 学校里面不可以教演化论 于是当时有一个 这种团体 所谓的公民权力团体 就请了一个高中老师 叫John Scott 公开的在学校里教 于是有学生去告发他 于是就开始做了一个宗教审判 后来这个宗教审判 当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引起了对这个事情的讨论 而当时那个老师 也并有被处罚的很厉害 可是后来大家就说 这是一个Monkey Truck 就是跟猴子有关系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 这个文化问题 对我们来讲 其实并不重要 因为我刚刚讲 不论你是姓什么教 你是姓Christian culture 可是我们的感觉 演化论无所谓 就是我们背下来就好了 其实大家都不觉得挑战到 这就是我后面也要讲 文化对我们的认知 或者是科学 其实是有一个影响力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科学跟性别的关系 科学跟性别的关系 在学院里面 或者在知识界里面 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甚至在不同的文化 像西方的这些 就要特别讲 尤其在阿拉伯世界 要推动科学 在阿拉伯世界 也是要推动女性来做科学 可是这个事情在美国 却发生过一个非常严重的事 2002年 这个人叫Sermers Sermers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学家 他做过世界银行的首席经验 他是拉森里根原教授 后来他被选为哈佛大学的校长 于是他在某一次 在一个校内的一个 一个演讲里面 发表了一个不公开的一个 可是因为他讲到了一个大问题 他碰到了一个马蜂窝 他说我们哈佛大学 我去研究了一下 在工程跟科学体系里面 从老师到学生 他有一个underrepresentation 就是他的整个人数量 比真正女生的数量要少 他说女生少的 在工程跟科学方面 是不是一个intrinsic 这个字糟糕 intrinsic就是先天 这叫糟糕 因为女性主义最敏感 他说你老说我们女人有问题 就是先天比男人笨 所以科学跟工程 于是这下不得了 大家群起来骂他 来抵制他 甚至把他拉下台 那么后来当然 并没有成功 可是过了两年 还是把他拉下来 因为必须的要抵制他 现在哈佛大学 换了一百多年来 第一个 他有没有200年 我忘记了 那么很久了 就是第一个女的校长 现在没问题了 一个女的做校长 可是他的这个文章很长 我们去找来了 他的中间有一大段 讲的是什么意思 他说 他说这种情形在我们美国 不光是在我们哈佛大学 理工方面的女生少 他说还有很多 也有这个underrepresentation 他说信天主教的人 其实做投资银行的比例非常少 白种人在打棒球的里面 比例也比白种人的比例少 另外就是犹太人做农业的 做开农务方面非常少 那我现在就要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信天主教的人 不觉得他们受到歧视 因为没有做 为什么白种人打棒球少 不觉得受到歧视 为什么犹太人做农业的少 只有女生觉得说我们的科学少 就觉得受歧视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stereotype 有一个固执的看法 就是科学是聪明的 科学是进步的 我们女人不会做 所以我们是落后 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这个我曾经有没有跟你们讲过 1996年我写完吴建雄的传记 新华大学一个女性研究的 请我去演讲 他们就希望我讲说 吴建雄受到多少压力 我那时候就给他们一个题目 我说女人为什么要做科学讲 哇他们跳起来 本来就是叫你来 为什么你找这个题目 他们很紧张 我后来就是讲这个 我说你们如果要认为 科学就是一个进步 那么当然会觉得 女人不能做科学 好像是对女人的一个歧视 可是科学是进步的吗 我们可以这么讲 今天科学搞了一百多年 这世界搞成什么样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有一个说法说 好像男性跟女性的思维很不一样 也许你们现在年轻会觉得不一样 可是我常常碰到 像我们最后年纪很多人 都觉得男人跟女人很不一样 好就算有一个说法是对的 比如说男性是某种 比较推理逻辑的思维 女人是一种比较直觉的思维 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难道推理就一定比直觉更好吗 难道直觉就一定比推理差吗 有一个开玩笑的说法说 女性其实她的演化非常的进步 她看你一眼就懂 男人还要算来算去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老是在希望女生跟男人一样去做科学 这是一个对自己的长处 或者对自己的性别 没有信心 其实我们不要做这种 现在有很多 上次台湾有一个女性物理学家的学会 我去跟他们讲也是这样 他们现在的观念也对 他们说我们不是要去跟男人一样 我们觉得当女性参加到科学 科学走出一条新的一条路 我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 就是说你不是要跟男人一样 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宇宙观 同样的我今天讲到这里 讲到性别 不同的性别可能会创造不同的对宇宙生命的看法 那么不同的文化会不会呢 这就是下个礼拜我要讲 当然会 所以这个Sommers 他算是这个被捅了一个马蜂窝 受到了问题 而且他讲得很好 他说我们哈佛大学 其实在一百多年还是两百年 这是一个男人创造的大小学 当然这是一个男性中心 同样的科学 在欧洲很多地方 甚至胡建雄 就是一个男人中心的嘛 男人的思维 当然是男人在弄的 那今天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做 其实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觉得这很好 可是千万要记住 不是要复制跟男人一样 所以现在男人是问题越来越多 因为现在全世界受教育的女生越来越多 而且有很多很多的条件 让女人更独立 所以将来可能要保护的是 是男性不是女性 现在女性非常的努力 而且我有时候开玩笑讲 当有很多的这个技术的控制以后 男人能够扮演真正有用的角色 比如说也不需要打一个野兽 也不需要搬一个重的东西 有电脑的时候 大家都同样的可以处理问题 男人的重要性在哪里 所以我想将来 现在大家都在谈这个角色的改变 男人可以照顾小孩 或者也可以在家里有这个育婴架 女人可以上 我觉得这都很好 这就会改变 所以同样在科学方面 也应该有这样的新的观念 刚刚有一个漫画我忘了 这个漫画就是 她说我是个很忙的女人 我没有时间花九个月来怀孕 所以我给你一个蛋 你自己去服 这是开玩笑的讲法 所以整个来讲 现代的改变 而且《自然》杂志我看的比较多 他们也谈很多科学跟文化 我想科学在这个情形下 有各种各样的改变 我想一个新的时代慢慢的来临 我们最后一个礼拜 下个礼拜 就要做最后的一个 所谓的后科学的新思维 我们现在还有几分钟 我留给各位 也许你们有很多问题 或者有什么意见要表达 是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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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们一会儿 我们一会儿 到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